四川省梁山州昭爵县的三河村 典型的遗族居住区 家家户户都有养猪的传统 这几年猪的价格飙升 一头母猪一年能有近万元的收入 翻山越岭割猪草 是它们的日常工作 暑假过后孩子们开学了 阿姨阿嘎要去三十里之外的新学校上学 骆骨游舞放心不下 她要亲自送女儿们去上学 九月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邀请骆骨游舞一家来北京录制节目 骆骨游舞一家很兴奋也很期盼 在北京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 攻坚日记继续记录 2020年9月30日 当骆骨游舞一家出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 他们心里的欣喜几乎被一脸的茫然占据 北京市这样的熟悉又是如此的陌生 第一书记李凯是他们的领队 骆骨游舞一家七口跟着李凯 从遥远的家乡大梁山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呢就看到好多人了 从孩子脸上呢可以看到有一丝疲惫 但是更多的是兴奋 能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吧 他们想去北京天安门 那么这一次呢也可以聊却他们这一光心愿 这里就是2500公里之外的北京 车外的景观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没有身份证吗 小孩的他们都是小孩的 没有 大人呢 大人都拿一下身份证 他们什么都没有 可能拿个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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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我把车都管 这是白黄铁 那要�買一个 那个 几个看 riders 我怎么会给你 因为想得了 我都在挡иру谢谢 我都在这一切 你会想不过还是不过 我都在这一切 我都找不到 我都在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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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那一切 我都在这一切 我都看一切 你看 水没人来了 你笑了 我给你 这个 落谷日作 还是用一个盆里的水 给两个孩子洗 这是他的习惯 缺水的大梁山 教会了他对水的珍惜 而阿姨已经开始 用流水洗漱了 落谷有五 必须尽快熟悉 这些现代设备 我给你 淋浴花撒下面 有冷热两个字 洛古日作不认识字 他把水调到了最热 董事的阿波 在烫烫的水中坚持着 洛古日作又将水调到了最冷 洛古日作又将水调到了最冷 阿菲年纪小 她可受不了这罪 阿菲年纪小 我说什么 阿菲年纪小 阿菲年纪小 这个水不合适的 这个是汤 要在哪里的 我阿菲年纪小 太少了 当然是 他最不合适的 还烫 我这回来 我以为你 在家里甩干头发需要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只需要几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嘎觉得房间里太热了 他想打开空调 调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阿嘎放弃了 把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落骨日做开始洗漱 在落骨日做的家 没有一面梳妆的镜子 宾馆里硕大的镜子和明亮的灯光 让落骨日做看到了自己清晰的样子 孩子说那个宾馆里面 很多很多都发面的 冲锋经营油洗澡填 什么都发面 这个好孩子这么说的 第二天 落骨有五一家七口 早早地起床了 今天他们要去天安门 吃饭了 我来吃 我来吃 没吃 我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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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 他们并不知道天安门的具体位置 但是不要紧 只要跟着人流走 就可以到达那里 我开心 很快乐 祝福祖国 看到什么东西 车子 看到了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画面 一家人很兴奋 来 来 笑一笑 可以 可以看这里 他也要带 他也要带 给你带 落骨游舞一家成了天安门广场这天的明星 周围的人得知落骨游舞一家来自四川大梁山 都很关心他们 在得知落骨游舞一家已经脱贫 也是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三二一 一一一 回头 好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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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李凯的北京朋友知道了 落骨游舞一家七口 来北京录制节目 特意准备了一次家宴 我们的阿姨 阿姨 然后这是阿波 你好 这个是阿丽 你好 然后这是我们的阿嘎 你好 阿飞 阿飞给叔叔阿姨打招呼 你好 你好 不是 你好 你好 好 你认识吗 这个有我 对对对对 已经在电视上见过了 阿姨 你是几年纪的呀 六年纪的呀 你搬了多少个人搬 四十一 那么多 你没喜欢读书吗 我十七块 你没多 一般喜欢读什么书 male 手 来北 兄弟兄好 谢谢你们 那个没有头发的人叫光头强 他特别喜欢砍树 老是砍森林里的树 他是熊大 这个是熊二 他们俩就去阻止他们 阻止光头强 跟他斗智动用 中间还发生很多搞笑的事情 这儿先剥一下 先剥 再切会 就发出这样一个切的声音 就要切音 孩子们的交流是自发的 内容丰富 就是用四指波 用这个指甲这个地方 对 这样 将指甲碰它 对 有点没意思 可以 不错 我们今天有两种吃法 这是一个深切的一块鲜的羊肉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锅里面 来冻了有轻冻的羊肉 我们切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肉条 可以去涮火锅 你来试试这个切法吧 很不错 有午和日做的兴致很高 很愿意学一学 羊肉在北京是怎么吃的 我们那边从来没有这个吃过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养着二百多只羊的洛骨油五 对羊肉太熟悉了 但是这种吃法 对于他们来说太陌生了 所以洛骨日做要上手试一试 我们可以涮火锅吃 把它们切得小小的碎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边来 如果你们家那儿没有其他的调味料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上酱油 酱油 蒜 小米辣 把羊肉站着吃 然后把这个 今天吃了之后 你就可以以后给你爸说 你要爸 然后下回就切成小吃 我们等到开锅 再煮个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那个是不辣的 这是辣的 来 洛骨尝一尝 好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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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啊 洛骨油五一家 第一次知道羊肉切成细条 涮着这种吃法 他们在家里是切成大块 要煮上几个小时才能吃 煮起来一块 对 切成条状 吃 好 好吃 好吃 吃 把你开吧 好 和家里做的羊肉饼 几分钟就可以煮熟 全家人都喜欢吃 吃 喝点水 可以 看 看 它不怕 我来煮点那个豬豆 哎呀好香哦 哎呀 那你烧了 太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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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肉啊 谁要 看 多吃点肉啊 嗯 好好 以后你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来招待客人 对 招待朋友都可以 对 是吧 是的 对 这个好吃 至少要几个小时 对吧 一两个小时 实际不好吃 这个好吃 刚才这做不是专门学了 就是这个调料怎么调 回去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我觉得他们学会了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用那个小米辣和蒜泥 还有酱油做的调料 大姐姐 我以后肯定会的 饭后孩子们更加熟悉起来 他们有共同的话题 这是阿姨和妹妹们 在放羊的时候最爱唱的歌 他们没想到 原来北京的孩子 也和他们一样 喜欢着共同的歌 接下来 李凯要带着骆骨游舞一家 去北京大学看一下 走在通往北京大学的路上 来自大梁山的一家 显得非常快乐 自在 阿姨 看我这儿 阿姨 看我这儿 有一个目标 就一定要好好学习 然后用知识改变名语 离开北大 李凯安排骆骨游舞一家 来到了京郊的一处 休闲公园 在这里 除了高山大川 被高楼大厦取代 他们感受到了 和大梁山相似的场景 这里有熟悉的草地和树林 一块石头传出了音乐声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阿飞想不明白 石头里怎么会发出声音 他在家里看到过很多石头 从来没见过能发生的石头 不过阿飞最终会明白 神奇的石头来自科技的创造 这或许会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 花园里的乐器吸引了孩子们 能歌善舞是遗族的天性 似乎他们不需要学习音乐 就可以有模有样地演奏出 美妙的音符和旋律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心中是如何构思 他们的作品的 但从轻快明亮的旋律中 无疑听到了 他们北京之行的喜悦 大梁山一家七口走出贫困的祥和 聚光灯下 落骨油舞一家光彩照人 他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农业农村频道 向全国亿万观众 讲述他们亲历的脱贫故事 好 有请落骨一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你们 有请 北京之旅尽管美好 但毕竟是短暂的 大梁山是他们的家 生活还将继续 离开北京 回到大梁山 落骨油舞最放心不下的 还是他的二百多只羊 三河村的旧房拆除工作 将如何推进 搬进新家后的遗族乡亲们 能否适应新的生活 公街日记将持续记录